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我对黄小桃说 手铐给我 他诧异地望着我 在我的注视下 还是掏出了手铐 小声叮嘱了一句 不要冲动 刀身此时半跪在地上 看样子伤得不轻 宋贺廷快速用手指点了几下 他的伤口周围穴道 血便不再流淌了 我跨过一地的鲜血和尸体 走到他的面前 正色说了 刀身 你被捕了 刀身抬起脸 面具下的眼睛放着油光 我和他互相对射了 足足十秒钟 宋贺廷突然伸手拦住 宋贺廷 你现在不能逮捕他 凭什么 我激动地吼起来 你自诩为正义的使者 去审判世间的每个人 谁赴你的权利 你只不过是凶手罢了 事实证明 我爷爷根本就没有包庇过凶手 他并不是有罪之人 你杀他的债要怎么还 拿你的命来偿啊 我愤怒地把手铐支在地上 手脚都在颤抖 现场陷入一片寂静 宋贺廷把我做出冲动的事情 仍然拦在我和他之前 刀神从宋贺廷做了一个手势 宋贺廷皱了一下眉头 退到一旁 刀神慢慢挪到我面前 通斩把手中刀插在地上 从面具下发出沉闷的声音 松阳 虽然案子还没有完全水落石出 但你已经证明是我错了 我和你爷爷都被组织利用了 我欠你一条命 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去走 我要你现在就换 我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 拔起刀要刺他 我是真心想要他偿命 我恨这个人 恨之入骨 我有多爱我的爷爷 有多恨眼前这个男人 我的手在半空中 被宋星辰一把抓住 他微微摇头 别冲动 宋贺廷也站出来说 对抗组织 你离不开他的帮助的 我可以向你保证 他是一个严处必行的男人 等组织被粉碎的一天 他一定会来向你偿命的 我瞪着他 姑姑 你为什么向着他 难道你认识他吗 宋贺廷摇头 我不明白他这个动作的意思 他说 当年江北残刀 让他和赵林相互残杀 难道今天你也要 冲倒覆辙吗 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你的对手 是不会和你讲道理的 要打败他们 你必须学会忍耐 学会争取敌人的敌人 我狠狠地攥着拳头 道理我都明白 但我就是办不到 曾经两次失之交臂 我不可能再眼睁睁放跑的 在场的每一双眼睛都在看着我们 突然一道光束上来 伴随一阵急事的车声 宋贺廷眼疾手快 踢起一把刀 身体在半空中一转 把刀踢了过去 两辆SUV疯狂驶向我们 一个男人 从前面那辆车侧门探出身体 怀里抱着一把冲锋枪 被宋贺廷的刀 不偏不倚 刺中胸膛 他滚了下来 被后轮重重碾过 快跑 宋贺廷大喊 两辆车猛地停下 从车上跳下四五个西装男 他们手里举着手枪 让我们一同狂射 黄小桃还了几枪 拽着我的手拼命逃跑 一边晃眼的强光中 我看见宋贺廷的身影像鬼魅一样 来回晃动着冲了上去 强光对我们宋家人的眼睛 几乎是致命的 那一瞬间 我觉得宋贺廷永远不会回来了 宋贺也悲愤地喊了一声 马却被宋贺廷强行拽走 我们迅速离开现场 途中我发现刀神消失了 身后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 死弹在夜空编织成一道光网 事后我们才知道 原来特警很快就赶到了 与这帮歹徒交集回来 等我们听见警笛声 才知道危险解除 一对特警过来找我们 宋贺立即跑回去 御人就问 有没有看见我妈 当时我的心情极其复杂 死里逃生之后的惊吓 对宋贺廷的担忧 又一次放跑刀神的失望 可是满地湿海里 并没有见到宋贺廷 我们绝望的心里 又生起一次希望 这时候 这时候孙冰心从一辆车上跑了下来 跑过来抱着我呜呜地哭起来 我刚刚听见枪声 吓坏了 我安慰说 我们没事 宋贺廷呢 孙冰心说 他没事 警方已经把他送到安全地方 保护起来了 我一拍脑门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问宋贺廷 如果唐子欣是凶手 他应该是可以再认出来的 想到这里 我掏出手机 惊讶地发现 上面全是未接电话 老腰打来的 除了未接电话 他还发了一个邮件 上面简短地说明情况 原来他进入唐子欣的邮箱 在一个草稿箱里 发现了不得的东西 两名死者的照片 那种近距离的角度 是只有凶手本人 才有机会拍下来的 果然如此 唐子欣才是真凶 所有条件都是符合的 时隔二十年 他终于浮出水面 我把这件事情 告诉黄小桃 此时已经是凌晨两点 但我们怕夜长梦多 黄小桃让王元潮 借一辆警车过来 我们现在就去逮捕他 宋洁还在哭 问我 我妈妈到底去哪了 是不是被抓走了 宋星辰安慰他说 放心吧 姑姑不会有事的 我也觉得他不会有事 宋和廷在我眼里 是武学宗师 他多半是护送刀神离开了 我隐隐察觉到 宋和廷应该认识刀神 很可能我爷爷也是认识他的 我甚至想到某种可能性 只是我不敢往下想 我们几人坐车 来到唐子欣的心理咨询室 我捅开门 是以黄小桃别开灯 这种咨询室设计的很家庭式 我们走进会谈室里 我注意到一排地矮的沙发 正对着几块巨大的落地窗 外面的车声非常清晰地传起来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里应该就是杀害王武席的现场 杀害王武席是凶手计划外的一环 实际上他制造的第二期名案 就十分欠考虑 一个漏洞刚刚堵住 又出现另外一个漏洞 使自己搂出马脚 二十年前 他有强大的同盟帮他洗醉 帮他瞒天过海 但今天他没有 他受到那两名模仿犯的刺激 在沉寂二十年后 又一次拿起土刀 他败在自己的盲目自信上 我让宋星辰 帮忙将沙发挪开 果然在沙发下面 发现一片狠淡的清洗过的血迹 只要证明这是王武席的血 基本上 唐泽新的杀人罪名就落实了 这时候 黄小桃从外面进来 他一手拿手电充当照明 一手捏着一张纸条就说 各位 我在拉几桶里 发现一个基建地址 应该是唐泽新的住处 我振奋地一挥手 叫他 走 现在就去 逮捕他 购买阴间审谈VIP版本 每天至少5集更新 尽快完结 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 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